剛剛你們真的以為我在開黃腔嗎 那是你們傻傻 你們第一集 在這麼充滿文青的地方 我會做這種骯髒 傻傻的事嗎 好 今天很簡單 今天我們來到高雄 哇 原來我一開場 欸 太陽直接射到我臉上啊 好 來到高雄 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啊 這任務對我 身為廚師的我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問我說牛排要用什麼部位煎比較好吃 要不然就是牛排要選什麼樣的品種比較好吃 我很少接到人家問豬 但我覺得豬肉才是我們真正在台灣這個地方啊 的主要肉品來源 我就是要來好好探討 把豬的每個部位做出來的料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找美食 走 今天是不習慣 開場特別快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這個人很可憐 他蹲著 我如果今天再廢話這麼多 我覺得他會爬不起來 然後這間店剛我們進來就聞到淡淡的碳香味 我還以為這邊是賣碳烤的 不是 他是用碳火去煮的 這間就是所謂的豬腸冬粉 剛剛聽到一個老闆娘說 要什麼沒什麼了 都賣完了 12點半而已 就變成要什麼沒什麼了 還好我們來得早一點 那我們點了一個是乾的大腸冬粉 然後再點一個綜合湯 綜合湯它裡面就有非常多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這應該是內臟 然後還有蔥板肉 然後骨肉 拉肉 這個應該是腸類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這湯你看似濃郁 那你喝起來其實是非常清爽的 那你又咬到一點冬菜 非常非常好喝 那這些內臟的部分 你就可以沾一個它的醬汁 我剛剛故意挑了兩個不一樣的部位 另外一個部位 帶一點筋 那它燉的呢 非常的軟嫩 那外面的筋跟油脂啊 咬的時候那個筋的香氣一直釋放 很好吃耶 那它另外一個點就是它的冬粉 令我驚豔的是 它腸子很大耶 而且很乾淨耶 Q軟彈 怎麼人家想說怎麼會Q軟彈 因為它每一個結構不一樣 但它燉的時間夠的時候 它把每一層該有的特色全部都煮出來 冬粉吸收的高湯 其實就已經夠好吃了 它燙的Q度剛剛好 裡面吸滿的湯汁 你知道這個冬粉你吃到的竟然是 肉的油脂香耶 完全沒在跟你誇張 喔 很不得了耶 這冬粉 剛剛啊 一進來的時候 就有人在那邊跟我說 你們拍完是不是就 這邊他們就吃不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先低調一點 因為這間我是會想要再來的 達瑪賽克好不好 讓他們自己去搜尋 我覺得現在的我 欸 現在的觀眾很厲害 他們只要看一些背景啊 但它的擺設 其實他們都猜得到是什麼店家 好 我要繼續吃喔 那你等一下也點 欸 這乾的真的很好吃喔 今天我們來到另外一間 我們剛剛講到 豬肉的料理對不對 很多人非常喜歡 一定就是肉燥飯 這一間啊 很厲害 我們來的時候只剩下這三樣東西 其實它點不到了 它非常誘人的 就是在這個皮的部分 它的皮跟油啊 欸 很大塊耶 這吃起來配飯一定不得了 哇 濃郁的醬香味 麥香好吃 超好吃的 它裡面有一點油蔥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它醬油味道 配合它一頂天的肉汁 搭配得完美無瑕 這難怪賣完耶 接下來呢 這個蛋 鴨蛋來著 那鴨蛋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蛋黃特別香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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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喔喔 好啦 用insert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沒辦法 蛋液留一點點下來之後 攪一點點 那這邊表面其實已經有點沾附了 對不對 你就挖這一口就好了 它這邊就會有蛋液 但它下面是有肉汁跟飯 然後上面有肉燥 這一口才是最完美的 你知道那個蛋黃的香味啊 它是在你舌根後端才噴發出來的 因為它包覆的前端就是它的那個肉燥的油脂香 那後端呢 蛋黃的蛋液啊 讓它整個厚度增加 濃郁提升 它是用有點像是煎炸的 所以它的油脂啊 不要再叫我黑黑黑的 喔老泡 老泡 你們是不是剛剛在想說他怎麼沒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 我都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那這一塊有沒有 我們把它裹開 這一口扒下去 不開玩笑 完全不一樣 你第一口嘗到的是那個脆香感 蛋白質脆化 有的那個蛋香味 經過它油脂轉換之後 非常的突出 對呢 多了一個脆的感覺 這時候沒有湯 沒關係 我們有滷貢丸 然後再扒一口 我們攪拌過後的肉粥飯 這夠完滷的滋好 鮮甜味 還有外面包含的醬香味 讓這碗滷肉飯 達到一個最完美的狀態 非常推薦大家來高雄 一定要來試試看 那我們等一下還要去下一間 喔下一間我也很期待 這間厲害 我的天 它四點營業喔 我叫大馬三點 之前就來排隊 大馬還排第三個而已 然後我們現在在吃的當下 外面已經不能接單了 四點半 超強 然後這間是什麼人找到的 我就是在那邊無聊 翻一翻翻 發現 欸 很特別 它就是一個蒸蛋飯 然後它上面會有肉燥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沒吃過 好奇 那這個呢就是菜尾湯 菜尾湯的迷人之處就是 它有很多的東西去熬煮的 可是它的湯頭特別鮮甜 那這個滷大腸一定要點的吧 滷的乳齒之透欸 軟嫩 腸頭那一段是有油脂的 尾端那一段是沒有油脂的 燉得非常軟嫩 然後它上面塗上一點點 它的滷汁 哇 醬香味十足 然後這邊呢就是腿褲啦 我喜歡吃腿褲就是它除了有皮 有筋之外 還有肉 先來試試它的皮 有三餐廳 完全不用咬 只要用舌頭 跟嘴唇 輕輕的用點力 它基本上就已經化開了 我先吃吃看這個蒸蛋好了 這個蒸蛋看起來好像是有蠻厲害的 哇 裡面有一個大顆的香菇欸 有那個蒸蛋的水分 所以它攪在上面 然後加上一點肉燥的香氣在上面 蒸碗飯非常非常的豐富 好 那我看到人家吃法不是這樣子 它們吃法是這樣子 我直接把它這樣子 我告訴你它有多嫩 你知道嗎 直接翻 它就斷了 斜了一口 我剛到後端其實基本上都用吞了 剛剛那個油質跟膠質啊 直接在我的食道裡面揉順的花下去 再喝一個菜尾湯 哇塞 這個湯啊 通常都是人家有那種 慶祝的時候才會有這種湯 比如說腿褲啊 它剩下的一個邊邊角角 它就把它用在湯汁裡面 燉成湯 這家店啊 紅不是沒有原因的 它所有的菜色都非常有特色 然後它的選項也多 很推薦大家來 等一下二月東旬就要換地址了 你們再自己去找 你們兩位看我吃也是很痛苦 你們趕快享用 不然你的豬心湯會過牢 這個也太大了吧 這要怎麼下手啊 但我們先不提這碗面 我們先來提提這個氛圍 這根本就是我的夢幻宅 有前院 然後很有氛圍 在這種文青的地方 當然就是要來個銀絲作頓 肉X長腸 長腸 我不能用 這個真的很誇張耶 這個已經堪比 帶骨戰斧牛小排了啦 有這種大骨的麵店了 一定要先嘗什麼 湯頭 紅燒口味了 所以它有一點點醬油底在裡面 同一時間它的蔬果甜度 非常非常的夠 但是我必須說它的湯頭非常好喝 清爽 我一直以為這種大骨啊 它熬出來的會相對是非常濃郁的 它用蔬果去把那個味道中和了 所以非常的清甜 那這個麵體呢 想必也是手工麵 所以應該會是有一個Q度在 麵煮得非常的剛剛好 它讓那個麵體跟湯頭 混合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要來吃肉 一定要記著 記得戴什麼 戴套子 好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手套 大家以為這個東西是套在手上的嗎 錯 錯 其實生活小知識啊 你要把生活上面的所有的細節啊 注意到在飲食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通常常常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套在哪裡 對不對 立起來 大家以為我在幹嘛對不對 是不是覺得我在開放槍 讓我威威盜膽 你通常吃都是右手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拿起來 那你試想 你試想 這時候手套是不是都是油脂 那你這時候 你想要再喝湯的時候怎麼辦 你是不是會拔拔掉 這時候你才可以吃湯喝麵 吃麵喝湯 那你的餐具才不會油膩嘛 那你當你在想要再吃一個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要再拿一個 這不是不是就不環保了各位 剛剛你們真的以為我在開黃槍嗎 那是你們龐龐 你們低級 在這麼充滿文青的地方 我會做這種骯髒龐龐的事嗎 把套子套到半... 好 手完全乾乾淨的 我隨時可以喝湯吃麵 對 喝湯吃麵啊 但我必須說它的肉啊 它保留一點點 有點像劍子肉的口感 所以非常有搖感 在每一塊肉裡面啊 都包含著筋肉 所以在啃它的時候 是非常舒服的 看一看經濟的雙手 每人少用一個套子 拯救全世界 每人少用一個套子 多一個生命 所以呢今天 應該就最後一間了吧 再下去我應該會翻臉囉 我媽誰吃得下 你看他每一間都是飯耶 這企劃是要吃掉一條豬 這個企劃是一隻豬吧 對 吃一隻豬 我他媽是一隻豬吧 那如果下一次想要看到什麼 跟我說 你想要看到什麼全洋料理 跟我說好不好 全肉 全鹿 全肉 全肉的料理 也跟我說 我絕對一絲不掛 剛剛大馬有問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想吃後瓶怎麼辦 你前面吃完套回去就好啦 套另外一邊就好啦 蛤 你真的以為所有的套子 只有一個方向下去嗎 是這樣的 喔 通常是這樣 嗯